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这么热情的来参加这个说明会 今天我们主要是一个说明会 就是让大家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孔雀冥王法会 大家可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法会 那么有的人可能是孔雀冥王还是第一次 那么我们参加了那么多法会 为什么还要再参加孔雀冥王法会 所以这个大家要明了一下 这个源起于当年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 然后一个比丘 他在给僧人烧洗澡水的时候 不小心被蛇咬了 一个大黑蛇把他咬了 这个经是孔雀冥王经 这是著名的一本 特别在唐朝的时候 特别重视的一部大经 后期我们显宗把它基本上不太重视了 这个经书的故事就是 比丘被蛇咬了以后 奥南看到死昏过去了 口头白膜昏过去了 然后就去找释迦牟尼 然后说有一个比丘被蛇咬了 昏过去了 看佛陀救他一下 释迦牟尼当时禀没给他要 就让这个奥南 一般教了奥南一个孔雀冥王咒 然后就拿着这个咒 他回去念 一念以后这个比丘就醒过来了 那这个通常现代人来说 这个被蛇咬了 你就是中毒了 中毒赶紧送医院哪 你光给他念咒干什么 所以是这个现代的医学 实际上只能治4%的病 那么有一个96%部分的病 他是没有办法治的 那这个比例数不是我说的 这是科学家说的 科学家说我们今天 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 有4% 我们才能够用现代的一切去测量 或者使它显形 那么有96%的 由暗护纸暗能量组成的 这个引态世界 所谓引态世界就是对我们 时速人不开放的世界 它隐藏着 相对应的叫显态世界 显态世界就是我们看得见 或者通过仪器 我们可以比方照相机摄影机 显微镜发达镜 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捕捉 或者看得到的 这个就是什么显态世界 那对我们普通的人类 不开放的这个96%的世界 引态世界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世界 它比我们4%的这个世界 是复杂的很多 那么其中就有灵魂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灵魂所处的这个世界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蜗牛 当你看到蜗牛的时候 你说那个蜗牛壳是蜗牛 还是在壳里的那个是蜗牛 也没人知道 连这都不知道 天哪 不会吧 这个也不能怪罪大家 因为你们跟蜗牛一样 每天都是把这个壳当自己 所以你们把那个蜗牛壳当自己 当蜗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蜗牛就是背着一个锣 又叫海锣 在海里它叫海锣 陆地上叫蜗牛 一个锣 锣里面它看到人以后 它会锁进去 锁进去的时候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锣 看不到它里面的东西 但是大部分人 就是把这个海锣也好 这个蜗牛壳当成蜗牛了 但是实际上蜗牛跑来跑去 是这个壳要跑来跑去 还是里面的蜗牛要跑来跑去 这还差不多 终于有声音了 我还以为你们在午休呢 你走来走去的 你做来做去的 是你这个壳在做 还是里面有个东西要你做 所以我们人类错得离了谱了 你知道吧 特别这100年来 1900年到现在 百年的摧残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灵魂世界的文化摧残得一塌糊涂 我们用所谓的西方科学 就是科学可以可测的就是真的 我们要相信科学 科学不可测的就是假的 但2013年科学家终于交腔了 他说我们可测的只占4% 不可测的占96% 所以是骗了我们好几百年 因为西方科学在发明电之后 发挥了突飞猛进的这个变化 大概也就两三百年的历史 但是他们用了两三百年的历史 否定了人类八千年的文化 因为从我们元祖 这个福西市来算的话 我们有历史可查的文化是八千年 所以说我们用这两三百年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显态世界的科学技术 科学知识毁坏了人类八千年的智慧 那么大家应该反思了 说到2013年科学家终于告诉说 对不起啊我们搞了半天 这两百多年三百多年 我们才搞了个4% 96%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展现给你们看的 那这个世界是由暗能量暗物质组合的 这个叫银态世界 那现在世界上一流科学家 大科学家都去研究暗物质世界了 他们想通过这个方法找出这个 是暗物质世界显形的 这样的一些科学技术手段 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一无所获 为什么一无所获 那你们看你们新加坡有没有管理层啊 你们出去把这个马路边上的一棵树砍了就知道了 你去砍一棵树 还没走到家警察就把你抓走了 那为什么把你抓走了 到处都是电眼谁砍的 然后把你这个图影放到他的这个数据库了刷你的身份证号码 然后再用摄影头刷一追踪你在哪儿 然后一会儿你还没到家就被抓了 而你砍树的时候没有警察 那为什么能抓着你 所以你看我们显态世界的管理 现在已经精细到这个水平了 那另一度空间呢 96%的空间是谁在管理的 所以它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进去的世界 那就是神明管理的世界了 那个神明是什么人呢 神木于电 如电 他根本就不用电眼 他拿自己的眼就看到 他拿自己的天耳一听就知道你躲哪了 所以是神明管理的隐态世界 那么神明管理的隐态世界 为什么不让人类进去呢 你看看我们人类多恶心 以前不知道石油好用的时候 石油在地底下流淌着没人去用 不知道煤炭好用的时候 煤炭也静静地躺在地上 我们只是烧一些枯枝 拜草 人类就可以生活 那后来知道这些能源好用以后 战争就爆发了 资本家就做大方了 这个把它拿去赚钱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资源 现在只是在少数的 几个大资本家手中掌握着 因为他们有钱 我们都要给他打工 说你带了他的房 带了他的钱买房子 带了他的钱买车 要不要给他打工啊 你说我不给他打工 那你不要带他的钱 银行都是他们开的 你带了他的款你就要还 还呢要还利息 那个利息就是你帮他挣的钱 本金是他的 利息是你帮他挣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人类 实际不知不觉已经丧失了自由 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平等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平等的 我们跟那个大资本家本来是平等的 那个资源不是资本家的 那个煤矿不是资本家 那是属于全人类的 那是属于全体众生的 但是他们因为掠夺 他们掌握了资本 买走了矿山 所以我们就变成 我们要用一点煤炭还要跟他买 我们要用点汽油还要跟他买 他是掠夺了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类 共平平均分配的资产 所以说我们知道错的离谱 真的整个世界乱七八糟 但是我们愚昧 我们没有觉醒 不是真正的平等的世界 那么隐态世界为什么不对人类开放 如果对人类开放 现在这些资本家 他们控制的研究院 那些大学教授拿的薪水 大学里面大学也是他们办的 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被这些大资本家获得 然后他们就用去开发什么 开发隐态世界的能源 垄断 在隐态世界的能源 物资是公平分配的 所有的众生共享的 是没有姓谁属谁的 但是他们的私心 他会扰乱那个世界的清静 安宁 他把这个 听说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 是金砖铺地 他把金砖都抢回自己家里铺地了 那个宝树重行 把宝树都弄到他的院子里了 所以你看 人类的恶心贪婪 卑鄙 掠夺 诚信 那么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们 只能受他剥削 受他蒙蔽 我们结果还很乐意被人家蒙蔽 没有觉醒 没有智慧 所以释迦牟尼来到人世间干什么 他让我们获得智慧 获得智慧知道众生平等 宇宙资源 地球资源是属于地球上所有众生的 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世界应该公平 应该极乐 弥勒菩萨将来来了以后 大家都是公平分配了 就不用做房奴了 就不用做卡奴了 这话说远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隐太世界不让我们现代人进去 但是只对一部分人开放 什么人开放 就是你心善的人 心好的人 你要帮助众生的人 你推行这种极乐世界的人 你相信人类是平等的 众生是平等的人 你得心好 另外还要有一把钥匙 也就是你要激活自己的松果体 打开自己的松果体 这种方法是师徒传承 就是古代师父责任而受 看着哪个人好 收尾徒弟 然后经过训练 把他的第三支烟打开 然后把隐太世界的钥匙就拿到了 拿到了 他就可以看到隐太世界的构成了 所以以前的老辈子治病 先治灵魂病 再治肉体病 释迦牟尼的徒弟被蛇咬了以后 他肉体是种了蛇毒了 但是他在一惊一叉 一紧张的时候 灵魂飞出体外 被那个大黑蛇精魅住了 你们听说古人说 被狐狸精魅住了 被黄鼠狼精魅住了 还有的人被蛇精魅住了 所以真正的那些被蛇咬 被动物咬以后死去的人 他是一被咬以后昏迷状态 他的灵魂出体 他的灵被蛇精给魅住了 不放回来了 灵魂不归体了 刚才说那个蜗牛不归壳了 那个壳怎么都走不动了 对不对 那个壳里没有蜗牛 只是个空壳 那个壳可以自己走吗 所以你们不相信有灵魂 是完全脑子烧坏的人 才不相信有灵魂 你那个壳 你死的时候 你那个壳也躺在那了 你为什么走不动了 你为什么眼睛睁不开了 因为你这个肉体无非是个壳 是住在那个壳里的那个蜗牛不在了 是住在你那个壳里的灵魂不在了 灵魂不在了 你这个壳就不能动它了 你这个肉体就交代了 就死了 所以古代人先救 救人的时候先救灵魂 把灵魂给你拘回来 把灵魂弄清醒了 灵魂回到体内了 人活过来了 然后在被蛇咬的地方搞点硝烟药 一硝烟 不过敏 不亏烂 病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不相信灵魂以后 有大量的冤死鬼 比方说被吹一撞 这个人死了 为什么没有气了 没有心跳了 没有呼吸了 这个时候就断定他死了 死了以后下一刻把他放哪里去了 冷冻室 用保鲜 不让尸体腐烂 所以到了太平间 就推到冷冻室里面去了 这个古代一个人死要挺灵七天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魂还有机会回来 在七天之内他都有机会再复活 所以死没死不要着急 把他就断定为死 医学上的真相 心跳没了 呼吸没了 那到底死没死挺七天 七天后这个人活不过来真死了 再办丧事 所以以前这个死人要挺七天 现在谁给你挺七天 嫌麻烦 死了就赶紧给他打发了 烧成灰我好去上班 没有时间 以前你死了要守孝 守三年孝 你就在旁边老老实实守着 所以是七天还是太少了 因为对三年来讲七天不太短了吗 守七天又怎么样 现在人瞎忙都不要命 并且不要亲人的命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被车一撞以后 它是什么 魂魄离体 魂魄一离体以后 他的生理状态完全没有了 呼吸没有了 心跳没有了 这个时候未必这个人死 所以如果有懂行的人 那么去把他的魂魄拒回来 那这个人还有活的机会 还有活的机会 不能说完全有活的机会 那么如果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内伤 没有水肿 神经系统 经络系统 液体系统 都是完整的 这个人还有机会活过来 前两天我去台湾就遇到一例 遇到一例呢 这个被车撞了 走路 被人家摩托车撞倒 撞倒了就撞 撞得不省人士了 去医院急救 急救回来了 但是这个 不省 就是呼吸靠这个打仰有 心跳有 但是就醒不过来 醒不过来呢 这个我的一个学生叫李大师 在当地人家都叫他大师 我一去了他就变成小师了 他说我是大师 他给我招了很多学生 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大师 然后这个 这个听说师父来了 然后就问这个事 说这个人家找他帮着干嘛 说师父怎么帮这个事 我说你大师你自己干了就行了 这事怎么轮到我干 我说我没时间 我今晚上赶飞机要回去了 他说别 我这事值不了他 这个他的功夫不到位 我说治不了 我说很简单 我刚才关了一下 他说我们修到一个层次 你松果体量的人 你钥匙拿到的人 你的这个 就像镜子一样看东西 在镜子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就是你清静了 你清静你下面镜子 你可以映照虚空法界 所以我说这个人没死 他的魂呢 现在是丢了 因为当时一撞害怕 掉出来了 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 这个急救的时候 把这个人体拉到医院里乱拉 结果是这个魂找不着 找不着肉体了 灵魂回不去了 我说还好 所以你们有的时间在古代啊 人家每一个村落都要设一个土地庙 这个大一点的地方都设成皇庙 目的是什么 就收这些过婚野鬼 就是他魂一旦跑出体外以后 没地方去 那个地方给他一个地方安顿 就像旅馆一样 可以免费住宿到那去等着 那么懂行的人到那去可以找回来 所以我们就 我一看我说他这个大概 在他壮的那个地方不远 有一个庙 是土地庙 你让他们去 因为是外地的 还不是他们当地的一件事 我说你让他们去 去手里拿一个摆手卷 然后到那个土地上上乡 就告诉说土地 我来请谁谁谁的魂灵回去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然后把手盆一抖 然后一卷拿着走就行了 他说这能行吗 我说是这个 我看了我跟那土地都打招呼了 他愿意帮忙 我说你去吧 结果他也没能去 他就找当地人说 我师父说了 你们这样让他去办 他就去办了 办了以后 到那个庙里办了以后 把那个手卷拿去医院 然后在那个病人脸上一盖 等一下 蹦醒过来 就马上就立马就醒 所以你们知道办丧事 他为什么用那个白布 白布叫招魂帆 就是他在七天里面 他如果还没死 用这个招魂帆 可以把他魂给勾回来 那我们以前在小时候 在农村的时候 这个老人都懂得这一招 有的人的小孩子 这个你知道农村他这个拉屎 没有你们的腿 什么卫生间 是逮着哪儿就拉 然后结果呢 这个农村不是有一些狗吗 这个小孩一拉屎 那个狗就抢 抢他那个屎吃 就把那个小孩子就吓了 吓了以后 他就发烧了 这就丢魂了 这一下以后 一惊吓就丢魂了 你现在有些邪教给人洗礼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这个人最怕是向后跌倒 同时浸在水里 所以有一些邪教给人洗礼的时候 他不是让你浸在水里 正常的他是这样浸下去 那邪的他让你往后躺 往后躺以后你一惊 然后你的魂震出去了 然后一个邪灵给你按进去了 然后你就有神通了 他这个社会上有这么一派 你们要注意 洗礼正常的是这样的 人家让你慢慢静下去 不惊不布 然后沉进去 然后把头埋在水里 并且要有一个时间不可以太久 太久又惊吓了 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外面邪道 你们要注意 就把你的魂魄震出去 然后再换个魂魄给你 你就变成双性人格了 然后就有点精神病了 所以这种东西千万要注意 然后就把他救过来 所以农村这个狗经了这个小孩 他回去就发烧 什么药也治不好 因为丢魂拉破了 没有魂魄主持生命体了 生命的时长了 机能功能全都时长了 所以董的老太太就教她的爸妈干什么 你弄个竹竿 弄上一个白布挂上 然后拿一个洗脸盆 以前洗脸盆不是铁盆吗 一敲响 就破罗一样的那个声音 围着那个村子敲 小三子回家啦 叮叮叮叮 然后拿这个布晃 小三子回家啦 叮叮叮叮叮 敲了满村子敲了个遍以后 回去把那个白布条 往这个小孩子枕边一放 小孩子立马烧就退了 魂魄归体了 所以这些东西 你古代的老人 老辈子的人都懂的 就是招魂拒魄 所以你们现在新加坡也好 南洋地区很多地方 所谓的抑郁症 躁狂症 小孩子 实际上都不是精神病 都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病 因为他一两岁都是好的 到两三岁他突然不好了 什么原因 就是你们特别喜欢晚上去吃东西 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吃东西 这又带着个小孩子出去 现在年轻女孩子坐月子也不老实 这个还不到满月就跑出去 也抱着孩子出去 你看这个孩子的魂魄都还没有安稳 还没有安魂安魄 结果你就把它弄出去了 结果就怎么样 一下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三魂七魄 你丢了一个魂还好说 你俩魂都不见了 这个孩子就痴呆了 丢了一个魂他就造狂 典型的造狂症 如果这种孩子刚丢一两年之内 还有办法救他 如果大了七八岁以后 九十岁以后 他形成惯性了 这个孩子这辈子就被你害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人类丢失的教育 你除了你的蜗牛壳 你们现在学的东西都是为蜗牛壳服务的 没一个是为蜗牛服务的 对不对 你们学苗梅呀 涂嘴唇呀什么 这给壳服务的还是给蜗牛服务的 那你知道是为壳在服务的 整天吃什么喝什么 你给谁吃的 还是给这个壳吃的 你盖房子还是给这个壳住了 是不是 你所有的东西 这是人类教育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丢失了圣贤教育 丢失了灵魂教育 就是蜗牛壳的教育了 为这个壳去战争 为这个壳去争夺 死的时候这个壳还是烂了 还是烧了 对不对 你这个什么都没有 你说你玩的什么东西 那古代是灵魂教育 你死死不了 为什么还有个老不死的 要去投胎换壳 对吧 蜗牛它典型的一个特性 蜗牛壳它自己不会长大 还是不同种的蜗牛是换壳 就是这一批蜗牛当它长大以后 它这个壳不能再长了 它要从壳里爬出来 要换一个大壳 换一个大壳 原来的壳不要了 再换一个大壳 人家是活着换壳 我们是死了换壳 你以为你不换壳 你是死了一定要换了 结果一换不得了 换了个蛇的身体 换了个猪的身体 那就六道轮回了 那不是死了以后说人死一定为人 这个蛇死一定投胎为蛇 这是叫谬论 这是邪说 义单邪说 这在佛教正法里面是批判的 六道轮回不是人能做主 也不是佛能做主 是你自己的因果 在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的一个轮回 一个轮回 所以为什么这个孔雀明王经 它就出生在这儿 它的缘起就在这儿 一个人被蛇咬了 释迦牟尼用咒救了他了 那就咒救 怎么能救他 因为这个蛇咬人是因果 按佛学来讲你不能救他是因果 该咬 他就该着还人家这个命 对不对 那么你是你的徒弟 你救了这个人你就换了因果 按照这个学说是这样的 那么释迦牟尼当时说这个孔雀明王咒 他的书上在哪里 就是说既能救这个人 又不换因果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蛇咬他是活该倒霉 历史上他弄死了这个蛇 现在蛇要还一报把他弄死 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因果报应 那么怎么样不换因果 因为你说有一个人来欺负你 要杀你 你去警察报警 那就是属于正常的 那你要去黑社会找黑社会老大 黑社会老大收了你的保护费 然后来保护你 这个就不太正常了 所以释迦牟尼这些人 他不做黑社会 他不说因为这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的徒弟 这个交了供养了 我就要保护他 那就成黑社会老大了 警察局是说 人家给你讨债对不对 你应该还啊 你找我干什么 你不行的话你上法庭 你说他要的这个钱多了不合理 你上法庭警察不管的 是不是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说了孔雀明王咒 这个咒是什么呢 这个咒你送念的时候 不是孔雀 不是这个释迦牟尼保护他徒弟 而是在七佛之前 1200亿年前 我们的地球大概现在不到五十亿年 太阳系不到五十亿年 我们生活的宇宙按照现代科学家测算不到140亿年 大概138亿年 在1200亿年前 有一个佛出世 这个佛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七佛八菩萨的第一个佛 第七个佛是释迦牟尼 所以说我们人类现在把这个时空给缩短了 因为我们人类现在只重视的是一百年 你活着这一百年 你死了你也不会管 你没来之前的事你也不愿意管 所以你把你的时空缩短到了一百年太可怜了 但是在释迦牟尼时代 在古代的圣贤眼里 他一看以始为见 所以他一提大概大概long long long ago 是不是这样说的 英语 很长很久远很久远之前的事 所以这个很久远之前叫巫师节以来 巫师节以来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 那还不止一千两百亿年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心态一展现就是一千二百亿年 一展现是近虚空变法界三千个大线世界 还不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世界 还不是你家里那点事 对不对 它一展现是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这个心量 它这个时间跟空间展现的 古代出大人物出伟人 我们现在不出伟人 什么原因 你们做得越来越小了怎么能当伟人 都想到自己家里那点事都不管 管到自己身上那点事了 你不是小人了 你怎么成为大人 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拓展心量 多管闲事 要管到一千二百亿年的事 要管到这个近虚空变法界三千个大千世界的事 那你就是圣人 你只是管自己的事算什么圣人 所以这个一千二百亿年前 第一个佛说了孔雀明王经 说了孔雀明王咒 第一个佛说的谁的故事呢 第一个佛说的孔雀明王经 说的是释迦牟尼那个时代的故事 也就是一千二百亿年前 释迦牟尼就存在了 他就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众生 所以七佛说了一个什么 说了孔雀明王经里面说 当年有个大孔雀王 这个孔雀王他有一个咒语 因为他这个咒语一念以后 所有的猎人想逮这个大孔雀王 因为他的羽毛特别漂亮 还有他领着一群孔雀 孔雀都很漂亮 所以猎人很垂涎 都要逮这批孔雀 但是这个孔雀王有神通 会孔雀明王咒 所以他一念咒以后 那些猎人都就找不着他了 然后就不能害他的命 结果孔雀明王 这个王有一天突然的就是忘形了 就是跟他的这个拼妃 你看孔雀王也有拼妃 就像人一样也有拼妃 完了以后玩得开心了 一下子堕落了 堕落了一下子这个场就破了 所以人是这样的 你自己破了自己的场 什么倒霉事就来了 人有一个生命场 是像一个天网一样照着自己 叫天网灰灰疏而不失 每一个人都有个天网 你这个天网不小心被你弄破了 倒霉事就找你了 你如果这个天网再把它修复回去 它是你的纵跟横的经络 你看那个网有横线有纵线 解成的网脉照在自己身体 这个天网你不破 你所有的冤亲债主都不能作用你 为什么baby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病痛 没有什么太大的倒霉事 当你到了中老年以后 你的身体破了 身体到时候是病了 就像那个网这破了一块 那破了一块一样 你这个病就来了 倒霉事就来 冤亲债主就来了 所以孔雀忘了这回事以后 过分享乐了 沉迷了 然后就忘了送孔雀冥王症了 结果忘了就不要紧 就被猎人给带着了 不但他带着了 他整个的眷属都被猎人网住了 这个时候他惊醒了 这个不行啊 马上下一步就是拔毛开刀破堂的事了 这要命了 他这一惊醒忏悔 哎呀这个不好 这个我怎么这么堕落 害得我的眷属都被害了 说不行不行 赶紧送孔雀冥王走 他一送的时候 这个猎人的网是寸寸断掉 然后他们就逃出去了 这是一千二百一年前说的这个经 孔雀冥王经 那说的这个孔雀是谁呢 这个孔雀在孔雀冥王经上 释迦牟尼告诉欧奈说 那个大孔雀就是我 就是释迦牟尼 你们以为你们是人 下一辈子就是人 是谬论 释迦牟尼曾经做过向王 做过路王 做过孔雀王 他也在六道中轮回 你看我们佛陀从来不避讳 不是说我是天生圣人 我永远就没到过六道去 不是他自己都告诉 他的本圣记中讲 他都在六道中生活过 他都在这个地狱道生活过 所有的菩萨在成菩萨成道之前 大阿罗汉这个经上说 大阿罗汉来到人间 就像你们一样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就是从来不敢做坏事的那群人 胆子小 为什么胆子小不敢做坏事 因为你们上一辈子都从地狱出来的 那个记忆很深刻 就是在地狱里受刀刮 受这个火烧 记忆很深刻 很悲痛 阿罗汉想起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时候 身上流血汗 流汗 不是流的汗 是流出来的血 汗都是血 他那个筋部 就是这个痛苦 那些敢做坏事的人从哪来的 他是敢做坏事 什么都不怕的这些人都是从天上来的 天上做什么都自由自在 没有恶 诸大善人在一起 说他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然后在人间也是什么都可以干的 只要有钱享受 什么都可以干 这帮人是从天上来的 人家前世是享福 这一辈子做恶 这一辈子做恶 下一辈子怎么样 惨了 你们是上一辈子做恶 然后在畜生道 在恶鬼道 在地狱道里 惨了 好不容易得个机会爬上来做人了 所以啥坏事不敢干 这就特别适合我们新加坡人 无论男女什么都怕怕怕怕 不要做这个怕 这个不能做怕 这个不能做怕 因为你们都从地狱里出来的 再别下去啊 你既然怕你不可以再下去啊 所以那些天人下来以后 享了福了 转生人道了 然后他什么都不怕 作恶多端 所以人家这辈子只要能赚钱 只要能享受我什么坏事都干 下一辈子怎么办 下一辈子就有他要怕的事出现了 所以不要学人家 你看那些富人有钱 人家作恶多端还有钱 你看这个因果不好使 但是实际上正是因果好使啊 你们怕 所以不敢再做坏事了 这个才知道人有灵魂 你的肉体死你可不可能去的 你的肉体是埋在坟里的 肉体是化成骨灰的 你的神们去了地狱 神们去了天堂 所以有的人也跟我说 老师我才不怕了 为什么 去地狱又不是我去 我说那谁去 他说你看我死了 我埋在坟里对不对 我说对 然后你看我埋在坟里 又不是我下地狱 我说坟里的滋味好受吗 你躺在坟里的滋味好受吗 你躺坟里就没事了 对不对 那不跟坐牢一样 你哪都不能去躺在坟里 但你死以后六道身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身体在 你做人有个身体 你不小心下一辈子做畜生做个猪 猪有没有身体 人拿刀割猪 猪知不知道疼 所以不是说我的意识去了猪身上 我就不怕疼了 那个正是那个猪就像蜗牛壳一样 那个壳里面恰恰是你老人家在里面 对不对 你以为谁在里面 那知道疼的是你的灵魂 根本就不是你的肉体 那死人再怎么弄它 他不知道疼的 肉体哪里知道疼 所以你去地狱是有个身体在地狱 你现在被刀割一下 你都难受 到那儿因为你们喜欢吃生鱼片 到那一刀刀骗你 你不是喜欢生着活猛生猛海鲜 到那儿也是一刀刀骗你 你骗人家人家骗你 他那个变成恶鬼了才骗你报仇啊 那你疼不疼 你说我没身体我的意识去了 那才叫见鬼了 真是见鬼了 那一定有个身体 六道都有身体 天人有天人的身体 人有人的身体 动物有动物的身体 鬼有鬼的身体 那都是为什么有鬼母子 这个鬼他也生孩子 他也生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六道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从释迦牟尼讲这个孔雀明王经 讲到一千二百一年前这个佛 讲的第一个佛将孔雀明王经 一直到释迦牟尼是七佛 每一个佛出世都将孔雀明王经 并且他告诉未来 娑婆世界变净土 弥勒菩萨来到人间 我们这个世界变净土的时候 弥勒菩萨也说孔雀明王经 那这个经的书上在哪里 他的书上不是说这些菩萨 或者这些我们持咒的人 或者念经的人来咒谁 不是 因为这部经里有一份契约 这份契约怎么立的呢 是从七佛一千二百一年前 说孔雀明王经的时候 在经里已经签下了契约 就是十法界众生 它包括四圣众 就是声闻元觉菩萨 这个声闻元觉属阿罗汉国的 然后菩萨 然后还有这个佛 所有的圣者共同遵守这部契约 还有六道众生共同 六道众生的祖先 也就是一千二百一年前的 六道众生的祖先 共同签订了这份契约 就是大家不在脑海持念孔雀明王经者 不在脑海持念孔雀明王心咒者 如果谁脑海这样的持咒者 诵经者头做七分裂 什么叫七分裂 就是你的头啊 现在是一个要抱成七块疼不疼 你们受伤风感冒 头部舒服都疼得难受了 现在要给你砰炸成七块 你疼不疼 头做七分裂那就疼死了 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天 二十八重天 阿修罗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人道的祖先 共同签订的一份契约 是这份约束力契约力 让所有的众生都不可以再 这个人如果送起了孔雀明王心咒 送起了孔雀明王经的话 你再讨债你投作七分裂 那么我们的冤亲债主 经常会来讨你的债 那么你怎么样冤亲债主不能够讨你的债 不来妨碍你 我们人生所有的不顺利 事业的不顺利 家庭的不顺利 身体健康的不顺利 都是冤亲债主讨债导致的 都是因果报应导致的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那么这些冤亲债主不跟你讨债是不可能的 他恨你 他怨恨你 他不要你的命也是不可能的 他怨恨你 这个叫恨男平 老子曾经说过 何大怨必有余怨 就是我们得罪过的人 我虽然跟他和好了 但是见面心里还是不舒服 有没有 那个以前跟他吵的是晕天子黑地的 结果通过朋友说好了 说好了 但是一见面还是很尴尬 这个叫何大怨必有余怨 还有一些咯咯答答的东西在自己的心间 那没办法清楚的 他这个怨恨力不太容易消除 这个怨恨力 它通过两种方式储存在我们的人体里面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通过你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DNA 就是细胞密码 生命密码 这个DNA 然后里面是有黑子跟光子这两种东西 你们知道太阳有太阳磁暴 叫黑子磁暴 黑子爆发 那它一爆发就扰乱整个太阳系 那你们身上也有黑子 你们也有爆发的时候 一爆发就是生病了 一爆发就是你发脾气了 一爆发就是倒霉事来了 这个就是你体内的磁暴 这个黑子爆炸现象 所以这些黑子都是怎么来的 都是冤亲债主怨恨我们的时候 那点怨恨力化成的黑子 那这个在量子科学里面 它遵守职能守恒定律 它怨恨是一种怨恨的力量 怨恨的力量它可以变成怨恨的物质 储存在我们身上 那么我们的祖先 我们父亲母亲的祖先的九族 那么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的祖先 别人怨恨祖先的时候 储存的那个怨恨力 都储存在他们的DNA中 因为他们像海绵一样 他把这种黑色的因子 都吸收在自己的DNA中储存 然后一代一代地传 那么在元祖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小黑点 在我们今天就变成了一座大山 一座变成大山 所以你就遇到了埋不过去的坎 这个难关很难过很难过 为什么很难过太大了 这个障碍太大了 这个癌症发生了 这个慢性病在我身上发生了 有的人什么三高 对吧 这个高血压 高胆固醇 还有什么高血子 我到中国去 我们有一次高层会议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说 咱们这些人 谁没有三高都举个手 结果大家都不举手 因为都有 有一个举了个手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你们都是三高 我是四高 还是说医学上怎么出来个四高 他说因为我还性高 你看那些老教授老什么 都一个个全都是三高 这个三高有多可怕 那随时要你的命 对不对 实际上什么原因 就是大家都不相信祖先了 你不是说相信祖先了 祖先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过得不太好 他就弄得你高兴不起来 就是三高 血压也高 高胆固醇也高 高血脂也高 所以祖先怎么影响我们 那今天的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 叫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就是把一个量子 放一个在这儿 放一个到太空去 那么你这儿怎么样做 他就那边怎么做 同步的 是没有时空障碍 就是当下 什么叫当下 就是你这儿左转 他也左转 你这儿右转他也右转 你这儿好他也好 你这儿不好他也不好 所以这个叫量子纠缠 以前我们是以为这是什么神通 今天才知道纯粹是量子纠缠 我以前读书在中国的兰州 兰州离我们老家山东大概是五千里这样的一个距离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八几年没有手机 就只能联系个电报 连家里连电话都没有 但是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妈都知道 我妈跟我爸说 你儿子明天要回来 你买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回来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要买新鲜的 说儿子回来的他喜欢吃什么 明天买点给他 我爸说胡说八道 他这信也没一个 电报也没一个 结果真的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每次都这样很准 那么以为是神通 现在才知道量子纠缠 为什么 妈妈身上的东西我身上有 我身上有他的DNA 我这么念性一动 意识波异发出 他那边收到了 所以你们可能经常也有这种感受 就是孩子在国外 突然就想给他打个电话 结果你一打电话他在那生病 你为什么想给他打电话 他难受想妈妈 然后妈妈就感觉到了 给他打个电话 所以这些什么量子纠缠 今天中国已经用量子纠缠的原理 搞量子通讯卫星了 他在天上发了个卫星 你在这儿做一个意识 发到卫星上 卫星再把一模一样的东西 传到任何一个点上去 同步传导 你看都应用了 所以大家要洗洗脑 把自己大脑里成就的知识更新一下 那么量子纠缠理论 告诉我们 如果应用在灵魂学上 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呢 那咱们都知道 这个骨上面都有DNA 你的祖先无论是埋的 在土里的他也有骨 你烧了烧成骨灰 烧成骨灰他也有骨 因为不能完全烧成粉 他一定有骨的 所以骨上就有DNA 那么今天考古科学家 可以把几亿年前的恐龙化石 都抽取DNA 抽取他的DNA 你想你祖先身上怎么会没有DNA 有DNA他就是活的 那么他在那个世界活得好的时候 你在这就活得好 他在那活得不好的时候 你这就活得不好 你看 这不是同频共振原理吗 这不是量子纠缠理论吗 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孝道 为什么要重视孝道 所以我们这次去了一个地方班府 就是加拿大 我们从那个地方拍了一些照片 这个大家看一眼 这个就很有说服力 那么这个图呢 这是在它的最源头 它叫洛基山脉的源头 那么在那个地方 我们找到了这个地龙穴 地龙穴大家可能听得很新奇 古代讲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地利很重要 地利对我们人体的能量的补充 和你量级的提升有很大的作用 但今天我不讲风水 只是讲这个基因科学 那这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穴点的时候 它这个前面有个小山 那么就是不是个小山 就是块石头 大家看那个草丛里面一块石头 就那么大小 那这个在风水学上它叫祖宗山 就是它是爷爷山 相当于爷爷这个辈上的 那么这个东北龙它的特点 就是龙虎不是一对 它是顺着那个山谷啊 一对一对的 从这个爷爷山 到它的这个父亲山这个地方 大概走了这个将近两百多公里 就是山谷走了两百多公里 都是龙虎龙虎配龙虎配龙虎配 所以你想那个麦契多厉害 它一直传到哥伦比亚冰原 在哥伦比亚冰原 它这块小石头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石头山 就是在哥伦比亚结血点 就变成了个小石头山 然后再往下走 又经过了几百公里以后 到了班府 班府小镇这个山 大家看到的这个山 这是高空拍下来的 它很大 很大 大概有那么二三十层楼高的高度 那个方圆也很大 方圆也很大 所以一个小石头山变成这么大个山了 然后再往下走了几百公里以后 跑到了温哥华 大家看到的前面这整座山 这个部分就是源头的小山变的 这是孙子山 班府是儿子山 哥伦比亚冰原是父亲山 最源头的罗布森山是爷爷山 爷爷山一块岩石 这么不大的岩石 到温哥华变成了整座大山 四代 风水四代就变成大山了 你想你们的九族 九族之前的业力 在你这变成什么了 祖先当时的一个小黑点 在你这就变成了一个座大山 它如果是一个光点 如果祖先当时给我们留了一点善 你就变成了一座大山一样的善 你吃不完 金山、银山、米山 你吃不完 你有的是吃的 所以有些人很缺德 为什么会很富有 因为他在吃祖先的 祖先给他当时留了一点善 现在变成了整座大山的善 他吃不完 几代都够吃的 但是他在缺德 他开始给儿孙留什么 业长 留黑子 将来到他的儿孙就变成大山了 所以他现在要重视 为后代负责 所以是中国古代重视孝道 孝道的孝字上面是老子的老 下面是儿子的子 老子就是父亲跟儿子结合为孝 爷爷跟爸爸结合为孝 所以他原理来自于DNA的遗传 也就是说你对祖先要尽孝 尽什么孝 活着的时候要给他吃的、穿的 要柔顺、要顺从、要观心 死的时候 古代特别重视叫祭之以实 就是安时祭祀、安时祭典 因为这些人他已经死了 死了他在另一个空间 没有办法创造财富 他必须靠我们活着的儿孙 给他送钱、送衣服、送东西 他那个地方才能够有足够的仓储 足够的东西去用 所以他过好日子了 你这儿也过好日子了 所以逢是不孝的 你们看看 后来都是不咋地 家里都不咋地 对爸爸妈妈打骂的 对祖先不敬的 不祭祀祖先的 到某一个时间 他后代都出事了 都出事了 为什么 他怨恨 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但是你又不帮助 所以我们怎么去帮助 我们的祖先他去世以后 他分布在六道 他除了尸骨 我们人身上有三个魂 一个是爽灵 一个是胎光 一个是幽精 爽灵是我们的地魂 胎光是我们的天魂 那么父母给我们的幽精叫人魂 所以我们有天的东西在人体里面 有地的东西在人体里面 天上的日月星照着你 所以当然你就有天的灵光 地的万物养着你 你当然就有大地的灵光在你身上 所以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父母给你的灵光 所以人是由三魂 三魂叫三灵 组合成的生命体 你的灵魂系统是这样的 在道藏里面把它讲得特别清楚 在佛经里面叫魂神系统 也讲得特别清楚 在阿含经里有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这本经 肯定在阿含经 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宴经中提到魂神 魂神的转世 魂石的轮回 他提到魂 但是肯定他在部分的阿含经里讲过三魂的这种东西 所以有待用我们去发觉 我们现在依据的道藏的经典里面 把人的魂称为天魂、地魂、人魂 人死以后 人魂变成守施鬼 守在你的尸体上面 无论是骨灰还是灵骨 你埋的尸骨整身埋下去的 还是骨灰上 他做守施鬼都守在上面 这个他不转世 这是人鬼祭祀 我们在家里是神祖牌 祭祀的是人鬼 是这个上面的 他这个在尸体上面的 他需要你给他灯 给他鲜花、给他水 然后给他一些如法祭祀 清明、中元、重阳、夏元节 那么这些大的祭祀日子 你要烧点金纸、银纸给他 那个世界他要用得着这些钱 现在人说环保不烧 不烧你就等着穷吧 为什么?你这不烧给他 他那过得不好 你那很快的就拜见自己了 为什么有些人你自己求财求不来 为什么这个残运不太好 你都不管祖先了 祖先哪里会保佑你好 对不对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都穷了 你在这个世界穷一点又怎么样 你不是喜欢穷吗 祖先都穷了 你穷又怎么样 不要相信所谓的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汉人 甚至是有些法师都说要环保 不要烧这些东西 他的原理来自什么时候 释迦牟尼当年没有烧几斤纸 所以我在台湾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我说你说的道是针对 为什么释迦牟尼的时代有纸没纸 我问他 释迦牟尼时代没纸 他写经的徒弟都弄个树叶子 叫贝叶经 写在树叶子上面他没纸 纸是我们东汉时期才发明的 人类才开始有造纸术 释迦牟尼时代老子时代都没有纸 他用刀刻在硅谷上面 你倒说的针对释迦牟尼不烧纸 我说释迦牟尼也不花美元 你为什么花美元现在 对不对 释迦牟尼不花美元 你应该也不花美元才对 那个时空点不一样 释迦牟尼时代是用物资交换 就是我家有大米你家有红薯 我大米吃不完换你几斤红薯 物物交换的 那么他给法界供养的时候 他是做火工 把这些食物烧掉 大米烧掉 五穀烧掉 然后这些香料烧掉 对不对 那不是做这个火工供养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 那也要环保也不要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歪嘴和尚呢 到了末法时期 你们千万要注意 为什么 逢是这样说都是歪嘴和尚 不了解佛陀真意 不了解释法界一体的 共和共生的意义所在 叫大同世界 它跟我们同处于一个世界 你不要以为他们不活着了 他们活着 以另外的方式活着 今天科学告诉 以DNA的形式活着 以基因的形式在鼓上活着 为什么 科学家告诉量子它有意识 也就是祖先他身上有光 有DNA他就有光 有光就有物质 有物质他就有意识 量子有意识 物质有意识 科学家都证明了 天哪 祖先他有一堆骨头在那 他会思考 他这个叫鬼的念头 叫鬼主业 懂不懂 你经常打人家的鬼主业 这是真的鬼主业 因为他是鬼 他就有主业 他就有思想 他就有念头 有意念 说你对他好吧 他就对你好 你对他不好吧 人凭什么对你好 不孝儿孙 他不惩罚你就是好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他有鬼脾气 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孝顺的意思在哪里 就是要管 不是管自己 要管历代祖先 那释迦牟尼他管的闲事太多 无始劫的事他都管 1200亿年前 七佛说什么他都说 你想他管的事管了多少 你们倒好 只管自己家里的事现在 只管自己门前的事 别的祖先的事 父母的事 什么祖宗的事 该我什么事不管了 不管有你好受的 对不对 那你祖先现在在哪里 这个幽精他是在古上 留在着他在转世的时候 因为他有个天魂跟地魂转世 他在转世的时候 他自己要把幽精上的那个 骨上面的那个灵光收回去 叫收拾灵光圆满使成佛 所以不可以把他抛到大海里 不可以挫骨扬灰撒到这个山林里面 有的人所谓现代化的这个藏礼 到海里把他挫骨扬灰撒掉 以前什么人挫骨扬灰 就是你对这个人特别有仇 恨着如骨 再不能报复他了 我就把他的尸体挖出来 烧成灰 然后把他撒到到处都是 边撒边咒他 说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一白白的把他撒掉 让风吹走 你看现在很多儿孙就是这样 恨他的祖先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恨 烧成灰撒到大海里喂鱼 喂鱼 我把你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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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怎么这么恶心 说环保 这才不环保污染水自然 你怎么叫环保 对不对 所以现在都是歪理邪说 大家千万要记住 末法时期 邪实说法 如横河沙众 不懂得灵光 灵骨上面有这个灵光 有这个灵光 所以你看西方基督教 人家天主教 人家保护这个尸骨 怎么保护的 用大理石 汉白玉 还要弄防水 就是这个坟墓里面 绝对不可以有一点水 因为祖先在里面过着不舒服 所以人家用这个 然后不上香 人家是用鲜花用蜡烛去祭拜 对不对 人家怎么不给东西 给呀给光啊 蜡烛就是光啊 鲜花就是气呀 对不对 那么他给光给气呀 人家经常没事就去墓地走走 你看我到欧洲去有时候帮人看印宅风水的时候 哇这个不是那个什么清明什么才来的 星期天很多老人在那个墓地呀 带着年轻人转来转去的 干什么 说来陪陪陪陪他们祖先 人家礼拜天去墓地陪陪祖先 是这个 我们这边华人一学基督教完蛋了 祖先就是一定有把他折腾的 是有皮眉毛的对吧 这个神主牌也扔了 这个谷也挖出来了 把它烧了 抛到海里去了 这哪有这么不孝的人呢 这么坏蛋的人 良心都被狗吃了 所以说你自己要成什么是你自己的事 你折腾祖先是咋回事呢 人家就说让你去折腾祖先 你就折腾祖先 忒没智慧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自己是自己的 自己是这些祖先是你们的亲骨肉 上面有你们的DNA 千万别把自己弄得不好了 要对祖先负责任 那么祖先现在在哪里 除了这个幽精我们要好好保护以外 它还有两个魂 一个天魂一个地魂 天魂地魂 第二世它一定结合在一起 又转世了 这转世都有可能 刚才说释迦牟尼都转成动物身了 所以你的祖先也有可能转动物身 转动物身它未必会孔雀冥王咒 它在那个世界就整天的那个怕猎人打它 怕别的动物吃它 它恐怖 然后还有呢 可能在地狱里 可能在恶鬼道 牟尽连大神通者 然后她的母亲都躲在恶鬼道了 还要用中元会借全天下僧人的力量才能度她 说牟尽连神通第一都不能度母亲 你们今天倒好听一些崴嘴和尚的讲 说来来来钱拿来 我给你办一场法会 办完了以后说 好了妈妈上极乐世界了 再不用管了 谁让她去极乐世界 我呀 我这个师父厉害 我送她去极乐世界了 她比牟尽连还厉害 释迦牟尼的妈妈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释迦牟尼的妈妈在哪里 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佛教徒 告诉我 哪个佛教的徒 佛教徒最重要的一部经 《地藏菩萨本宴经》 这是最根本大经之一 就是六道轮回在那里面讲得特别清楚 那在那部经上 那部经是谁给谁说的 不知道 两件一层不知道 这就是可爱的佛教徒 你们佛教徒不学佛经学什么 我都很奇怪 光听人家歪嘴和尚乱讲话 你就问有些人说 释迦牟尼的妈妈在极乐世界 你看她这个长到极乐世界 妈妈不去极乐世界 你错了 《地藏菩萨本宴经》告诉我们 为母说法上升到刀立天宫 释迦牟尼为母说法 到了刀立天宫为母说法 她妈妈在刀立天 刀立天才是欲见二重天 你想我们一个祖师 本是释迦牟尼的妈妈 释迦牟尼都没有人送她去极乐世界 这个释迦牟尼的功夫太差了吧 是不是 太差了 也太不孝了吧 这是怎么不能把妈妈送到极乐世界去 她吹口气不就成了吗 吹个牛不就行了吗 所以现在你们被一些歪嘴和尚唬得一愣一愣的 哎呀你的祖先我已经给你都送极乐世界了 那个骨灰没用了 我还听说有的什么 弄个骨灰还要找一些什么 斜斜道道的人画个咒给他封死 说为什么封死 说他已经往生极乐了 那骨灰要他干什么 你不知道那个是待业往生啊 那个骨灰上还有个魂在啊 他都不懂装懂 都是一些跳绳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江湖骗子 你不学正法 骨灰上那个魂谁也弄不了 非得他本人回来才能够收回去 收拾灵光 是你本人要回到娑婆世界来 说是一生补助佛 要到他果成佛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娑婆世界 收回他的灵光 灵光圆满了才能够结束才走了 不回来他的灵光在这他怎么成佛啊 所以这些都是佛经上的要害的 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哪 你不要听歪嘴和尚们讲 你的九族都上了极乐了 九族什么时间上极乐 你成佛 一人成道九族飞上 九族飞上 所以你不成佛 你没有完成这个 他们都还是在六道里面 所以释迦牟尼的母亲还在道立天宫 释迦牟尼上去为母说法 因为那个时候释迦牟尼没有究竟无欲以涟盘 他究竟无欲以涟盘 他是在八十岁的时候 双灵树下才完成的 就功德圆满 在那个时候圆满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要听歪嘴和尚担保 前几年我到马来西亚去吉隆坡去 有一个富豪 我们劝他说 你看你身体现在不好了 你修一下嘛 你练一下嘛 他说我不用练张师父 我说你为什么不用练 他说那个人保我上极乐世界 一看我的妈走路战战咔咔的这样 然后他是因为什么会的主席 还是会长 他说了 因为他大富豪天天捐钱嘛 他说你尽管捐我保你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可以买的你看看 行贿受贿 大家要重视 所以说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历代祖先在哪里 不敢说 因为太多了 你算一算 你这个上去你的父亲母亲 你的父亲母亲有父亲母亲 他们又有父亲母亲 这一下子九族 九族大概是五百年 五百年九代 你这算起来 这是你这一世的父母 你还有另外一个系统 DNA是你今生父母的 你还有一个系统是来自你的灵 刚才说肉体是爹妈给的 灵是你自己携带的 无始劫生死轮回 上一世你还有父母 无论你是人还是别的道的众生 你都有父母 所以我们真正修法还要替七世父母 就是不是这一世的父母 过去世的父母 往前数七世的父母 清一宵夜 因为你要慈悲他们 你对这一生的父母这么慈悲 对九族这么什么 对七世的父母 也要用同样的规格去对待他们 那么这一下子老去了 你数吧 数不过来了 老去了是山东话 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叫老鼻子多了 老鼻子多了就是数不过来的意思 不是鼻涕太长了数不过来 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 所以大家要知道数不过来 不光是你的父母 你还有兄弟姐妹 你还有儿女呢 你的眷属呢 跟你有缘的这些众生都在哪里啊 世界他们都跟你一样很苦 在人道已经很苦了 在别的道更苦 所以大家要众生们叫如母众生 那你当如子众生也行 有的人跟我说 师父我想这个如母众生 我慈悲不起来呀 对母亲父母没感觉 这个年纪大了没感觉了 他说我观众生如子好不好 我说好 为什么 你只要能生起大悲 你心疼孩子 你就观这些众生都是你的孩子 如此众生 想起来就流眼泪 想起来就想帮他们一下 想起来就去看看他们 就是这种心态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需要我们这些大菩萨去救赎 老师我不是大菩萨 你不是大菩萨才怪 你不是大菩萨 你听不到《空缺密王经》 你只有累世福源 累世善根成熟的人 才听到这部大经 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它是在唐朝的时候 不空和尚 这个我们唐密宗 这个祖师就是唐密 在密宗 佛法密宗有两派 一个是藏密 一个是汉地密 汉地密后来唐密传到了日本 变成今天的东密 那么不空大师是祖师 在之前有善魏金刚志 他们各自有金刚界 太藏界的法 没有和蔓 不空大师后来去了印度 找到了龙治菩萨 当时龙治菩萨七百多岁了 就把最后的密 全部传给不空大师 他回到唐朝的都城以后 把金刚志善位的金胎两部和蔓 融合成就了唐密传承 在唐朝万果来朝 就是因为唐朝有这部不老真经 就是你学了它 你可以获得永生 可以得金刚不坏身 因为龙治菩萨活了七百多岁 所以万果来朝来寻这部经 就是因为这面唐朝知名度在全球起来了 不空大师他在当时所用的六部大经之一 就是孔雀明王经 他用两部经帮当时的皇帝 一部是什么 一部就是护果仁王经 就是国家有灾难 为整个老百姓祈福 为皇上消灾 他用护果仁王经 那么他为了始法界众生 他公布了 他重点使用的就是孔雀明王经 孔雀明王经为什么书上 因为这部经是始法界众生 刚才说共同的契约 并且是远在一千二百一年前就接下了契约 他的契约力量太大了 约束力太大了 刚才说那个和尚被蛇咬 出家比丘被蛇咬 那么释迦牟尼让欧难去持咒 然后当下就好了 什么原因 因为逢是十年孔雀明王咒的 当下所有的众生要放下怨恨 不能仇对 然后就要当下一起共修同整 缠住那个和尚的 缠住那个比丘的蛇经 一听孔雀明王咒 赶紧怎么样 要跪下 不能再有恶心了 他一跪下 一没有恶心 一有善心 啪 那个灵跑回去了 这一跑回去了 也没坏因过 对不对 是他自愿的 因为有契约力 你看又没有坏因过 所以是比丘他要出家 出家他是要一生成就 来还债的 利用一生成就来还债的 出家人比较辛苦 不像我们在家人 出家人一定要一生成就 为什么你连父母都不管了 连社会责任都不尽了 那你就剩一件事要做了 就是这一辈子赶紧成佛 赶紧度众生 你不可以再下一辈子 还想来吃人家的供养饭 我们是什么 操好你是自己赚的钱 所以你还可以放赖再来几辈子 但是你不来了好不好 搞不好下辈子不知道去哪还债去了 还是这辈子发愿一生成就 有时候我们借着孔雀冥王法会 我们推一个一生成就的佛秘密法 给大家 就是要精进一点 出息一点 这辈子成佛算了不要再来了 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你的所有的祖先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的祖先都可能在六道里面 什么经可以帮得到这么所有的众生 孔雀冥王经 并且你这往前推久远到一千二百亿年前跟你有缘的众生 因为你无始劫生死轮回了 这部孔雀冥王经都能帮得上 还有未来弥勒菩萨降生人间 娑婆世界我们生活的地球要变净土 也用这部经 所以那你就是度化众生 未来你随弥勒菩萨来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净土 也要用这部经 所以他的殊胜在这儿 无比殊胜 力量十分强大 那么求雨得雨止雨 就是要下大雨然后止不住 前不久冰城被淹 大家知道 我们的一些学员就发来信息说 不好了冰城被淹了 我们这边就有一些徒弟就多事 说大家赶紧发心念孔雀冥王经 念孔雀冥王咒求止雨 他们发心几个小时以后 大家一起念诵止住了 雨就止住了 所以不是出家和尚才管这些事 是我们所有的修行者 你都是出家人 出家哪是你的家 你的身体是你的家 因为这个身体是要蜗牛壳 你出家你出到哪里去 所以我前两天去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 对她妈特别有意见 为什么她想出家的时候 她妈妈阻止不让她出家 所以她一致对她妈妈仇恨有意见 她妈妈带来见我 我就说你要出家干什么 她说我出家修行了 然后我说好 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家在哪 她说我没结婚 我爸爸妈妈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说你这叫离家出走 跟爸爸妈妈过得不开心 然后这叫离家出走 从爸爸妈妈家里跑出去 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家在哪 我说你知不知道蜗牛的家在哪 蜗牛的家在哪 蜗牛壳 他整天背着房子走 你们的家在哪 你这个蜗牛壳 你这个蛆壳 老子说 五之大患未无有身 及五无身 五有何患 你没有这个壳身的时候 你变成无量光了 你还有什么可以有后患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真修行的 你不是说穿着那个衣服叫出家 像我们穿着这件衣服也叫出家重 出家重是四重 在家的穿这种衣服的叫 叫男局势女局势 穿着袈裟的那种 那个叫比丘比丘尼 说僧团是由四重弟子组合的 你们不要以为那些是僧人 你们也是僧人 你们是在家僧人 在家的出家重 从自己的躯壳中要走出来 修自己的心灵的人 就是出家重 从蜗牛壳里走出来 修自己的蜗牛永生的人 不死的人 金刚的人就是出家重 所以大家要重视 要好好修炼 那么好好修炼 孔雀冥王经 帮助我们实在太大 一个是帮助我们的九族 帮助七世父母 以及七世父母的九族 帮助他们从六道中都得到解脱 不再受苦恼 机缘好的 他可以从恶道中超生到三山道 他当年他发愿有过往生西方愿望的 可以借着诸佛菩萨的愿力得生诸佛净土 有这种可能 不是说一定的 那是看他的修为怎么样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要信一些邪魔外道的东西 要一经不以人 一法不以人 那深深的相信 释迦牟尼是一个大导师 他是个圣人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大经大典 才是我们一生所应该去尽力使用和奉行的 而不是听那些神棍 你来送钱就行 所有的业力都是我来扛 台湾有一派就这样 很厉害 现在人很多 为什么 他就告诉他的弟子说 你们来 只要供养师父就行了 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圣的业力 师父扛 你们的业力都没了 然后他每天讲法就是喊口号 没了没了没了都给我了 就这样的 就喊口号 那些年轻人疯狂 师父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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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希特勒一样 这是邪魔外道 现在邪魔外道太多了 我跟你们讲 真的一经不以人 一法不以人 老老实实的使用这些大经大典 不要去找便宜货 这个都塌塌包杆的 后来我现在去了解 那个会长已经不见了 死了 去了哪儿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你说保你去那个地方 那才叫怪了 所以这种人千万不要相信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有个灵 你的灵是有决性的 觉得不对劲的不要去乱忽悠 那这种十分殊胜的 孔雀冥王大法会一定要参加 这个以前是在皇宫中做的 那么尤其是我们是启用了 这个九个坛城的孔雀冥王的曼得拉 孔雀冥王曼得拉在太藏界里面 他是苏喜地院的 就是成就要离不开他的 为什么成就离不开 因为你在无始劫解下的怨恨 怎么样可以在这一生消掉 你在天上欠的债 在地狱欠的债 在畜生到恶鬼道欠的债 你现在一个俗人 你在没有身外化身之前 你去不了那些地方消债 你去不了还债 你债不还你一生不能成佛 所以在孔雀冥王法会期间 借着孔雀冥王经的契约力 始法界众生会在我们 跟我们在一个空间 也就是你在哪他就在哪 他同处一个空间 跟我们同修共证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上天上去 28周天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飞不出去 我们现在的太空飞船飞不出太阳系 银河系都禁不了 然后你想夜魔天已经离开太阳系了 夜魔天是24小时都是白天 所以在太阳系里因为有太阳 面向太阳 背向太阳一定有白天黑夜 但是夜魔天没有白天黑夜 他离开太阳系了 在银河系 那在上面的这个第四重天 都是在驼天 空居天 那么这个比太阳系还久远 比银河系还上面 所以说我们人的飞船根本去不了 六余天你都超不了 那么在上面是什么 在上面是色界十八重天 无色界四重天 你怎么上去得了 当你有身外化身 那是后化 但是你们一般人还没真正开始修炼 化身没有成就之前 你怎么来消夜战 所以接触孔雀明王经 就可以同时跟六道众生一起同修共证 只要一持咒 通过契约力 也不是哪个佛的力量 是契约力 1200亿年以来的一个大的契约力 大家都在和和气气的 哈喽哈喽 你好 你好 算了 咱俩的债不要了 我的债也不要了 咱们都成佛好了 就是干这个事 所以这个功德很伟大 你们之前可能参加什么水陆大法会 甚至水陆空大法会 水陆空大法会都依据地球来建的 所以是地球上的水界 地球上的陆界 地球上的空界 所以它还没有进入太阳系做法呢 懂了吧 这个水陆大法会也是这样 那么还有梁王宝灿 耀师灿 耀师灿它是针对东方琉璃世界的 阿弥陀佛灿它是针对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么还有地藏灿是对地狱众生的 然后还有慈悲灿就是牵手牵眼陀罗尼 这个灿它是对观音菩萨这个缘的 它不是近虚空变法界的诸佛之缘 只有《孔雀明王经》 它是所有的始法界一切圣者的所有的缘 都在了 它的力量比任何法会的力量都要大 所以当时悟空大师为什么选中这一部经来渡王 大家知道佛法有这个经律论三藏 那么经一部渡王 就是你选哪一部经 你选阿弥陀经渡王也是可以 也成功 但是那个去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这个愿的你渡不了他 他当时在世的时候 他没修念佛法门的你渡不了他 他有那个愿的你可以渡他好死 要死灿 要死灿 他有去要死极乐世界的好死 所以他都有针对 但是只是《孔雀明王经》 它是始法界一切诸生中 六道一切众生 通通在那个书上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 今年是第四次 大的是第三届 我们之前还做了个小的 是第四次 前几次是人山人海 最多的时候都两三千人 当然诵经的时候他们没那么多人 只是火宫就都来了 没事儿 你们如果家人他不愿诵经 你就火宫那个时候一定要提前来 参加一个完整的火宫 那么我们为了帮助大家 把这个法脉延续一下 自己的新灯燃起来 能够帮自己的家人 不但自己光明 还要帮家人光明 帮自己的亲朋好友眷属 都光明起来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晚上 星期六晚上 我们有一个传灯大法会 传灯大法会会教大家止观法 然后用自己的新灯 点亮世界 照亮法界 然后并且教给你赠圣灯的方法 就是你这个新灯点起来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新灯给你想给的人 一人给他一盏灯 这个叫传灯 这个传灯以后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按照秘法的仪轨 做一些法脉连统 就是给大家一个法脉连统 就是把这一世 通过这个传灯 把你的前世所修炼的佛缘都接取起来 这个叫叠加起来 就是把累世你修的 跟佛有关系的 跟道有关系的 跟正法有关系的 修炼成果都给你接取回来 传灯法会有这个作用 就是让你一下子大明明白了你前世修过什么法 然后这一世轻轻一接触自己都会了 成就是累世叠加的成就 所以通过传灯法会有这样的殊胜功德 这是密法里的一个传灯的意义所在 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次实在难得的机会 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眷属、同事 乃至你的上司都一起来参加 有的人可能上司的顽固 或者你的亲友顽固 你可以替他做 我们这有的人老板对他不好 他就替老板做一个消灾起伏 或者替老板做一个九族超度 很奇怪 很快就变了 很快回去就变了 老板对他好得不得了 我们中元节有一个祭祖 祭祖 祭祖的我们有个学生 他就把他公司的所有的同事 老板同事的祖先都供了一下 供了一下 他后来找我说 师父很奇怪 以前对我横鼻子冷眼的那些 包括阿猫现在对我都好得不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借了一个祖回去就整个都转了 立马就转了 你要相信这种生命它是存在的 六道空间是存在的 它是隐态世界 这个力量十分之巨大 所以大家不要去小看它 那么你在这个法会期间能做什么 所以给大家特别做了一个大纲 那当然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参与 你那一天半的时间 给自己一个生命留一个空白 一定要参与这一天半的活动 你一辈子都瞎忙 这次要为自己的生命来一点真的 干点真事了 一定什么事都不要干 留出这个空当来参与 这是最重要的 有钱没钱都来 不是说我又没捐钱 你人来了 你就是一份功德 你帮忙 你诵经 你参与 这都是功德 什么钱都没有都不用带钱来 就是把人带来就行了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功德 你参与 参与法会就是一个功德了 本身就是一个功德了 那么参与进去有什么好处 因为在这个时间 这个空间 我们联合十法界众生 连四圣众都在六合时空场的会场里面 那个力量 那个场性是巨大的 所以他对你自己体内的黑色的叶粒子的释放 也是巨大的 通过这个法会现场的同频共振 鼓励你们带小孩子来 老人 不要说怕吵 我爸妈走都走不动 越走不动越要来 那你来了以后就消他的业障 那么小孩子你让他在会场满地跑不要紧 我每次法会都是让孩子跑的 从小熏陶 从小熏陶 让他在这个场中受诸佛菩萨的科护加持 那这个对孩子的将来都有好处 所以说不要那个 还有把女佣也带来 我家里两个女佣都不是信佛的 现在信的不得了 被感染了 被感染了 他们都是不信这个 有一个还是菲律宾的天主教徒 现在也上乡也达乡 所以大家要有个感染力 你不要说什么人可以参加 什么人都可以 你都叫他们来就是了 在那坐坐 在那看看 你走不动你在火堆旁边看看 哪怕念几句都有效果 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参与是第一功德 第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 你可以做功德主量力而行 做多少钱的功德主 是你自己的经济条件 凭你点灯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以前有个女孩子 因为村子里发大水 出去讨饭 讨饭就讨不到什么钱 就讨到了一个半文钱 半文钱连一块馒头都买不上 他就感叹自己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 然后挨饿受冻 没东西吃 他就想听说有一个佛 释迦牟尼他很厉害 我还是向他忏悔吧 所以他就拿半文钱去庙上点了一个灯 结果庙里老和尚就有神通 他就出来给他做忏悔 主持忏悔仪 结果他点这灯一致不灭 亮了很长时间很奇怪 就因为这一个功德 最后大水退了以后他回村子 皇帝选妃 你们知道选妃子是在民间找那种漂亮的女孩子 他就被选上了 选上以后到皇宫以后他受皇恩 就成为这个嫔妃了 除了这个正宫就是这种娘娘籍的人物了 那么他最后想起来他是怎么得到的福报 就是点的半文钱的灯 然后他就是去寺庙还愿 还愿的时候他带了万两黄金 敲锣打鼓 张张扬扬扬 你想娘娘出寻什么阵仗 仪仗队呀 骑了狂狼的 娘娘还愿啦 万两黄金还愿啦 骑了狂狼的 他意思这个宣扬佛法 你看我因为信佛 我因为点了灯 我成为娘娘 他是好意 但是结果到了庙上去以后 主持僧不给他出来做忏悔 让他的小徒弟说 你去给他做做就好了 去做做忏悔 然后这个娘娘就有点生气 你看我以前拿半文钱 你老和尚都出来了 那现在我是一万两黄金来谢恩 来报佛恩 你看你居然不见我 他就让老和尚出来 出来以后问为什么 老和尚说 以前的半文钱是你的真心真意 是你的全部 是你真诚 现在的万两黄金叫张扬 招摇过世 你不是你的真心 所以让小沙迷给你做一点已经足矣了 所以大家你们可能中间很多有钱人 不要张张扬扬的 我捐好了 我捐多少钱 你这个心态不好 你居然是可以的 我们欢喜做功德主 心态要弘扬正法 利益大胜 大众 让更多的人受益 同瞻发喜 这种法会越多越好 越大越好 越能影响众生越好 都把他们度了 最好心态正 以普度众生 弘扬道场 弘扬正法的心态 来布施 不可以张扬 张张扬扬 那你没钱没钱 你就尽自己的心意 你一块钱 五毛钱 一毛钱 也是钱 这个越穷的人越学会着布施 之前来一个人他这个急欲很不好 他说师父我这个没钱 我有钱我就不施了 我说你多少钱叫有钱 多少钱没钱 他是马来西亚人 我说你一天捐一块钱马币 可以捐得出来吧 他说这个可以 一块十块我也捐得出来 我说够了 我说你就保持着每天捐一块马币 他说捐给谁 我说不是捐给我 捐给需要的人 你看那些小学啊 那些老人啊 那些比你还穷的人啊 你这一天一个月就捐三十块钱嘛 一天捐一块钱嘛 你能捐你捐给他们 这是穷人的办法 就是少捐尽心用心 后来他就急欲就转过来了 现在挺好的 前不久我见到挺好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你什么时间开始布施 越穷你越要布施啊 不是有钱的时候去布施啊 这个平女点灯的故事告诉大家 不是说等我有了多少钱我才去点灯啊 那你永远没有那个钱啊 是你点了灯 你布了施才开始有钱啊 这个打动诸佛菩萨 打动这个十方护法 他护持着你 所以人不要逞能 以为自己能 实际自己真不能 我们从OSS的成长中看出来 我们真的就是一群凡夫 就是一群什么也没有的本 没有什么钱的穷人 也没有什么本事的人 这四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通通是隆天护法 诸佛菩萨的加持 如果没有这些正法的师尊们在后面支撑着 我们有什么 我们还会是穷光蛋 我们还是四年前的我 我们这个中心还是每天只来两个人上课的我 马云曾经说了一句话 我很佩服 他最近在联合国的一次大会上做了一次报告 他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做事情从现在开始做 你们看到的阿里巴巴是18年前的阿里巴巴 是18年后的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在18年前 我马云是个穷光蛋 很多跟他合伙人拆台跑了 他是一无所有的 所以你们如果当年18年前 阿里巴巴没有开始 你们今天看不到18年后的阿里巴巴 所以我想大家在活18年没有问题 那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事业顺利 万事横通的人 你就把自己今天当成开始 这一次当成开始 再看18年后的你 你坚持做18年 坚持做18年的功德 坚持做18年的功德主 坚持做18年的推秧 推动正法 弘扬正法 拥护道场的人 你看看18年后你会是什么呀 所以是4年前跟我们一起闯业的人 现在个个都好了 求孩子的 有孩子的 求工作好 有工作了 然后工作升职的升职了 身体有病的健康了 这个衰老的变得年轻了 这就是要有一个开始 所以你们要什么时间开始 你们要等18年后看阿里巴巴很好了 我想参与 对不起 人家已经走了18年了 18年前你为什么不开始呢 所以大家可能从来没参加过法会 从来没做过任何的这种功德主 你从现在开始 有一块做一块钱的 有十块做十块的 当然你有更多的 我们欢喜你做大的功德主 但是不要祈求回报 你的目的是弘扬正法 你越无所求的时候 给你的是越多的 所以大家心态摆正了做功德主 不是做钱越多越好 是心越正越好 心越虔诚越好 心越慈悲广大圆满越好 不为自己 为众生 这些众生太苦 正法道场能够越伴越红火 越伴越大 越利益更多的众生 这个是我们看着欢喜的 所以大家可以做功德主 具体怎么做 可以问工作人员 那么再一个重要的 刚才讲了要做九足超度 九足超度 我们这个九足超度做得十分殊胜 不单九足 还有九足的冤金债主也要一起超度 那么还有就是做什么呢 一定要效债祈福 你可以做全家的 也可以做个人的 也可以替公司做 你这公司是老板 你可以为公司做 为公司所有的员工做 你做老板一定要为员工做一份工的 因为员工好了你才好啊 没有一个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不好 员工不好他回来上班情绪有问题 你一定好不了 员工每一个人家庭幸福了 和和气气了 身体健康了 你这个公司就好了 每一个员工都不请病假 每一个员工心情都平平和和的 和气生财了 他对客户好 生产的产品也好 那么你的老板事业就好了 所以是消灾起伏很重要 那么还有呢 供养诸神明 人在做 天在帮 神在帮 神目如点 神力不可思议 你这个要相信96%的空间 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无形的力量 我们四年见证了太多了 太不可思议了 台风要来 不来了 走了 我们去了 要下雨不下了 我们去了 那个地方太干 雨下下来了 所以这些神力只是说 然后借助我们这一群人的愿力 借助我们这一群的慈悲心 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神力 不是 是法界神明之力 这个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你要学会着供养诸神明 那在《孔雀明王经》里面提到的 总共有786种 记住 是种类啊 里面光是龙王是一种 龙王里面还有什么 有河龙 海龙 山龙 火龙 土龙 金龙 这个都已经很多种了 还有什么天龙 所以这些就是总共里面有786种 这个书生 所以大家刚才看了 我们的整个786种神明都是有神位牌供在那 那你可以供养一份 供养一份跟这些神明就结缘 结下缘了 结下善缘了 那将来求他也好求 对不对 他说你看我那次还点了一盏灯啊 你帮我一下吧 你这求他也有个理由 供养诸神明 然后还有供养僧团 这次来僧团有机票 有交通费 有住宿 这个大家可以做一点供养 这个都具体的找工作人员 还有布施火供坛城的东西 整个火供坛城我们是9个坛城很大的 大型的 你们参加过我们活动知道 你烧基因值我们大的铁笼子是9个铁笼子 待会工作人员可能应该他也放了一些资料给你们看 所以这里面需要大量的资金 光买那个火供墓是方子墓 要干 还有一些墓还不能烧 要特殊的能够放出香气的墓 所以他专门有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需要大量的资金 所以你可以供养火供坛城需要的一些用品 还有你可以部分的赞助场地租金 庄严道场 我们整个布置会场要用大量的资金 所以我们去年前年每一年都是办一次法会二十万 你们想要多少钱 二十万新币 但是是不是我们自己出的 我们没钱 我们只能瞎张了 没钱 所以每次都是信众捐 捐的多余的部分我们都给开城寺拿回去建寺庙 因为开城寺别院那边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建寺庙 当然这里面少了一个 工作人员可以加一个 就是作为开城别院的赞助金 你可以单给开城别院赞助的 他们有一个项目 庄严道场 租金这一块你看我们这次Big Boss那边的 五万新币 我们用两天大场地就是五万新币的租金费 不是没有费用 有的人说 你这个要钱干嘛 不是 这个新加坡你知道 你如果有Big Boss那样的场地免费给我 我们就可以省五万的费用 希望你们这里面有大老板支持我们场地不要钱 那我们就可以给更多的资金给开城寺去盖庙去了 但是目前没有这种善缘 就是靠大家 靠你们这些信众 所以我们每次的法会十分庄严俗胜 他们僧团很高兴 为什么 台湾的开城寺 是剑儒长老首昌 在显宗首昌 砖宏孔雀明王经的道场 这个孔雀明王经 这个剑儒长老弘扬之前 大家只在东密看到过 跑到日本的人见到过 但是剑儒长老是后来在翻《大藏经》的时候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他一看这部经 怎么当代没人搞这个 他就砖宏 为什么 太殊胜了 所以他用密教显传的方式 就是通过开城寺传的 不需要你什么灌顶什么这些 不要 供养不要 你就是修就好了 不像密教这个灌顶 那个灌顶怎么搞的严格 他说没有就是密教显传 那么我是跟上面的师父们沟通 他们很赞赏这种做法 就是说新的时代 要按新社会的规则来做 未必一定按照古规古章制去做 所以是我很赞赞赞 那么这个《孔雀明王经》它的力量十分巨大 我们以前在护法 就是引太世界96%的引太空间有魔界 还有阿修罗界 他们都很愿意争斗 所以说我们在传正法的时候 有很大的阻力有时候 那以前要争斗 要用法术什么雷啊翻天印啊 这些去在空间场跟他们争斗 在争斗中 两军相战必有一伤 所以我们有伤他也有伤 那么他们也是众生也不好 所以后来我们找到了《孔雀明王经》以后 这个里面好啊是契约啊 不用打仗啊 你自己愿意头疼不该我事啊 对不对 我请你一起共修共振有什么坏事啊 你飞到海岛的你自己头疼不该我事啊 所以这个没有争斗了 我们到全世界去开道场 然后去调龙脉走全世界没有争斗了 大概送五分钟 整个法界安宁 他们都是很奇怪 都是我的见证者 我们身边这些骨干 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一个地方 猴子也在那树上跳来跳去 闹来吊去的 整个场不安宁啊 我们就不理他 我们就解印 待会儿教你们《孔雀明王》这个手印 然后送 送大概三五分钟 猴子都在那听经啊 猴子在树上乖乖的也不吵啊 然后看着这帮人也在安静下来 你看动物它都怕这个东西 所以是整个的这个 我们是见证者太伟大了 这部经 这个咒 太好用了 所以大家要拥护它 然后还有呢 这个场地租金这一块 庄园道场这一块 大家可以尽一份心力 这个都找工作人员们 其他可以做的事呢 就是将来有护摩木啊 供灯啊 供水果 供鲜花啊 这些项目 那么都是在现场 到时候你来做就行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护摩木要讲一下 护摩木它的许愿力特别强大 这个护摩木是冬蜜 也就是糖蜜所使用的方法 因为它那个木把它烧了以后 会生成光 借着这个光的能量换成你的愿力 成功率很高 一切都是那个光化现的 光再造的 所以这是有原理的 这将来你们上我的系统课 会知道它的原理在哪 但是要提醒你们的就是 一个护摩木你要想成愿 就写一个愿力 我看咱们新加坡人就是很喜欢 一个木头上写的满满的 不是不会满你的愿 是满你的愿 但是你一个木头换来一个愿 是大成就啊 你上面写十个愿也都实现 每个愿只是十分之一 你要写一百个愿也给你满愿了 但是就是换成那个百分之一 你看成功的那个力量 那个概率太低了 所以你要做功德 就不要不舍的那么几块钱 那个东西 你为什么去在乎它 你要么就不要 不相信干嘛去做它 相信虔诚一点 就是一个愿 一个愿写在上面 还有那个许愿条 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 借那个光的力量 借你投资的资本的力量 然后在上面 因为你舍掉的东西 你舍掉了有形物 在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能量物 这个叫值能互换 就是钱没了 能量增给你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值能互换的一个道理 你要懂这个 现代科学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以前在佛经上的很多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释 现在用量子科学都可以解释了 所以大概这些就是大家可以做的 踊跃一点做这个功德主 还有劝别人也做 别人不能来替他们做 带他们来做 那天不能来的也要做 所以大家回去广泛宣传 发动起来 庄严道场 然后这个功德就在你做这些事的过程中 就都有了 时间的关系下面我就把这个 孔雀冥王咒的这个法交给大家 那这个方法很简单 这个经很长 但是你诵经呢 我们在家的这个信众没有时间 所以是佛菩萨慈悲 他是说你这个诵心咒就好 诵心咒就等于大咒 整个咒整部经 所以是你学会诵心咒就好 孔雀冥王咒的心咒就一句话 Ong Mayura Grandi Swaha 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是你诵唱 然后自己内观着自己体内的光 这个接下去呢 我们这个道场他们有连续一段时间的共修 你们如果是第一次的来工作人员要重视 戴一下这个指观 把意识调到体内 把自己的体内心灯要点起来 炉火要点起来 你内在光明要升起来 再颂咒 通过你体内的这个光 通过你的毛孔就传递到法界 那这个功德力就大 你如果只是用音声 不做指观观颂 它的力量就少了很多 所以是大家 因为这个都是共修都是免费的 没有什么在教法的这些收费的 大家可以共修 多带朋友来 一起修一起练 那这个咒印大家学一下 这个双手抬起来 右压左 就是右手压左手 这是左手吗 右手压左手 插起来 插起来 然后翻 翻以后呢 小子跟母子要相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把他这个关节给插起来 这个像一个孔雀的脊背 这个像孔雀头 这个像孔雀尾 有没有 这个像孔雀头 这个像孔雀尾 这个孔雀的脊背 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胸前 当胸 页下张开 页下一定要张开 这个孔雀的翅膀在这儿吧 孔雀的翅膀要张开 所以你不要夹这个翅膀 搭来了 孔雀生病了就把翅膀搭了下来了 孔雀威武的时候就张这个翅膀 央武央威嘛 所以是这个样子 待会儿呢 注意你送完了以后有一个松印 松印这个印的力量很大 你直接松怕打到这个空间界 看不到的神明伤到他们 所以一定要在头顶来开印 就是这个头顶打开 最后散印的时候 把印放在头顶散开 这个是重视的 大概工作人员注意一下 待会儿有人解的不对 你们要负责帮着指导一下 然后呢 宋咒还有一个重要的秘密 就是只听音不送声 声是为了带动那个音 不要重视那个声高低 而是要那个音 音是什么 后面的嗡嗡嗡的声音 就是你们敲那个引擎这样 当一下的时候 当是声 后面拿开了木棍以后 那个是音 明白了吗 所以它是颂咒是颂咒音 同时两个耳朵要听进去这个音 让它在体内震荡 不是在外面去震荡 所以是闭着眼睛颂咒 然后懂得内观的 把自己的心灯点燃 炉火点着 往下一关一关 因为心灯 心中不灭万年灯 炉中常燃千年火 所以本身就着着 你再关它一下 它就在那着着 五方灯 下面红光珠 你们没有修过的 闭着眼睛 把意识调到体内 就是这样 调到体内 闭着眼睛颂 然后我带大家 它前面有个奇请 后面有个回向 来重视一下 不要上去就送咒 好 现在请大家接孔雀明王印 把这个印接上来 来 当胸 夜下张开 意识回归体内 观心灯 观炉火 恍兮呼吸的状态 颂咒不要清醒 有点像要睡觉的感觉 有点像要睡觉的感觉 在这个恍兮呼吸中 来完成整个的过程 弟子公寝 施法界一切终生 体内体外一切终生 同步修炼 弟子公寝 施法界一切终生 体内体外一切终生 同步修炼 弟子公寝 施法界一切终生 体内体外一切终生 同步修炼 这些 Kinder szВы 通过 诧过 他们议养 尽 一切终生 也值得 准备 在福 t 想 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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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